哈喽大家下午好 是不是下午这个时间大家应该已经吃饱饭了 因为已经1点50多分 所以呢大家应该很好奇怎么amanda会在这个时间做live 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收到 其实早上10点就收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fresh sales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产品明星产品 B1国际的一个千万产品 其实这一个有一个很棒的促销 嗨哪位朋友进来呢 因为我完全看不到 如果大家听得到我声音觉得很清晰麻烦打个1 如果不清晰你就打个2 然后我就知道我讲的东西到底大家听不听得见 好不好 好的 这个明星产品千万产品有什么特别 好不好 让我跟大家稍微做一个讲解 好不好 其实呢 这个Shiroto 其实是100%来自日本进口 OK 100%进口来自日本 然后是最强位的医学保健食品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强效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嗨MK 所以其实最主要它还是加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就是对抗超级病毒 OK 不过呢这个产品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适合任何年龄哦 每一个人包括宝宝 孕妇上了年级的老少嫌疑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产品 其实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这个产品 其实它最主要成分就是里头的IPPA1 其实它是最主要给巨石细胞的一个不可缺乏的一种维生素哦 其实巨石细胞呢 是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里面不可缺少的细胞之一 其实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抗疾病跟最重要的我们的免疫细胞啦 OK 巨石细胞其实在自体免疫系统里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哦 来 让我跟大家一一大约的说明好不好 第一呢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所谓的抵抗吞食 就是病原体 OK 然后通知其他的免疫细胞一同攻击病原体哦 所以一通知了过后 它就会保护我们的人体细胞啦 OK 第二项呢 它能够平衡免疫系统 就是所谓的调节免疫细胞 以停止攻击 就是它已经 呃 唤醒了 就叫了其他的免疫细胞一起去攻打 过后 已经消除没有再有坏的细胞的时候 它会通知系统 OK 我们已经打完仗了 大家可以暂停 哦 即使细胞不会 继续的攻击 然后第三项呢 就是它会清除 我们的老化和病变的细胞 可能大家刚才会想到嘛 那自然打完仗过后一定 什么 死尸残出了一大堆地方 对不对 残留很多这些尸体 这些坏的细胞 所以 它会清除 便会殲灭后的病原体 老化跟病化的那些病变的细胞 它会 然后把它们带出 然后第四项 它最主要功能 大家可能刚才有听到嘛 就所谓的 捍卫 它会唤醒起来攻击 攻击过 它就会停止攻击 第三 它就会清除 第四 就是修复了 OK 修复的时候呢 免疫因子 促进我们的这个 促进我们的这个 进行修复啊 坏掉的细胞组织哦 所以 是不是很棒呢 这一个明星产品 所以我才会迫不及待的 赶快的 on这个live 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血肉豆 这血肉豆真的是一级棒 当然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 这一盒 它里头就是这样一小包装 其实我每天都会使用它 可能我可以展示给大家一下 这一个 血肉豆是怎么样服用 就怎么样子 轻轻的这样一撕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倒入口哦 我平时是这样直接倒入口啦 所以可以很容易的 随身携带 其实这个血肉豆是一种berry口味 刚才我这样也是直接倒入口中喝 那刚才我也告诉大家 可以吃了一些老年人 甚至是一些 宝宝对吗 那如果小孩子方面呢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大家可能倒入水中 参入他们的一些摆开水里头 就让他们可以直接的这样营用 所以当然了 大人呢 小朋友我们会介绍 建议大家可能一至两包 那大人呢 可以两至四包 二至四包 好不好 就一天这样子一小条 就可以唤醒我们的巨石细胞哦 当然 今天除了要告诉大家 有这一个 有这个促销以外 他那个促销呢 就是 凡购买16盒 16盒公司就会赠送3盒哦 然后公司还会再赠送 另外一个产品叫做Slanus Milk 就是我们的营养代餐了 哎呀 我的营养代餐也吃剩不多 这个就是我的营养代餐 Slanus Milk 就会赠送1盒 OK 这个营养代餐 其实是很适合我们这些 有时候工作忙碌啊 来不及马上用餐的朋友 至少你泡了一包 其实他都很耐薄的 里头的营养成本 超过25种的那个纤维 然后有超过21种的这些 维生素之类的 那在事后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详细 当然除了今天这个 我on这个live卡销 告诉大家有这个促销以外呢 还有一个很棒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OK 这就是我们的研发 Doctor Doctor Hiroyuki OK 其实他等一下哦 大家要留意今天下午3点钟 有留守我们 Belix OK Belix的这个Facebook 你就可以观察到观看到我们 这位Doctor 他会跟大家介绍就是在 在所谓的心肠态下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这个IPP1如何的重要 好不好 然后当然3点钟是有中文字幕的 再来3点30分是有英文字幕 因为这位Doctor来自日本 所以他整个等一下的分享呢 他是会用日文来跟大家交流 那当然如果懂得日语的人 就没问题 那对我而言 我是不懂日语 我唯有看华文或是英文字幕 那当然结束之后呢 公司有一个Zoom的Session哦 我会在等一下会在下头附上链接 就是在3点45分有华文的 就是会由公司分 很有丰富经验的这个营养师 Selena跟Raymond 他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中文版一个英文版 在3点45分跟4点15分 这两个时段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在这个非常时期要如何配合健康的饮食 就是来提升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 其实在要结束的后段 我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所谓的CMCO或是EMCO 或是不再受管制范围周属的一些朋友 甚至是一些外国朋友 在观察我的Facebook Live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提高意识 就是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勤洗手好不好 勤洗手 那个细菌就不会脏在我们的手上 那当然我们的口罩 我们的Mask也是其中之一一定要戴 然后再来我们一定要有Social distance 所谓的一个安全距离 不要如果不需要尽量别去人多的地方 当然如果能够不外出 是最好留在家里 那当然现在大家会看到我还在这个 嗨我们一个马来的红包 嗨阿玛 好 其实我现在要终于我的直播 我会终于我的直播 其实我会终于我的直播 其实我会终于我的直播 细胞来抵抗,成为第一防线,成为我们的所谓的将军 相信大家都玩过象棋都知道将军是要给instruction的 对不对,所以这个将军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 唤醒它,它就不会去通知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免疫细胞 去一起对抗,然后当然那些病毒在没有 没有在有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 它们不会去攻击那些坏的细胞 所以唤醒巨石细胞是超级重要的 所以虚弱动不用多,每一天大人小孩一天一包之两包 那大人每天两包之四包 那当然如果在目前很多我的朋友 他们都在服用这个,继续服用好不好 真的这个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去到 我们的身边任何接触过的人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被感染 甚至是有没有去了一些所谓的种宅区 OK,red zone或是orange zone 所以就像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 吉隆坡其实是属于red zone 所以必不得已才出门 如果能的话,我们都是尽量带在家 好不好 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所以anyway大家今天听了我的live过后 觉得有兴趣再下头PM我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来不只是依靠这个shiroto 跟还有其他的方式来预防 好不好 来唤醒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到此 再见